订阅本频道不错过任何诚意资讯 最近在整理以前的文章 希望把每一面的诚意都记录给国国们看 我曾经以为我很了解他 直到今天 直到这场官司 我才发现 原来我们忽略了那么多流泪 这张图 从我刚入期圈就知道了 并且一直保存在手机里 我一直觉得这样的哥哥 真的太让人心疼了 可直到今年的4月1日 我才真的懂 这张图背后的含义 2015年9月 陈毅就和前公司解约了 那按照时间线的话 几乎一年多的时间 他是无戏可拍 没有公司可以依靠的状态 他就一个人 硬深深扛过了 当年青云志播出后的网爆流泪 网爆那一年 他退出了所有的群流泪 包括同学群 我真的难以想象 那么要强的一个人 到底是在怎样绝望迷茫的地步下 才会深夜在粉丝这里 去寻求一点点坚持下去的动力啊 从初代果果老师 回忆当时的直言片语中 我就已经感受到了 他当时的迷茫和难过流泪 如果没有初代果果们 暖心的鼓励 我真的很难想象 他该怎么扛过那段时间 青云志是邓西斌老师 推荐他去试试的 一年级的综艺是他一个人去的 后面的遭遇 都是他一个人扛过来的 难怪当时在青云志主演们 集体切蛋糕时 却连一把小小的蛋糕刀都得不到 明明是男儿 却被主持人忽略的彻底 难怪之前连属于 他自己的后援会都解散了 难怪哥哥会在粉丝群 那么绝望地问粉丝 如果不拍戏了 还会支持哥哥妈流泪 也难怪一年集综艺里 袁勇宜说他总有想好的答案 经历过这样大起大落的人 景小胜为 是早已经被他刻到了骨子里了 所以陈毅很感谢邓西斌老师 他哭着感谢邓老师时候的样子 我到现在都没有忘记 哪怕是跨越了生死 这份恩情都被他好好的放在心里 深深记着 被造谣妹粉 被造谣那么多次 他从来没出来为自己解释过 哪怕一句 却一次次的因为想要保护自己的果果而站出来 他从没说过自己有多难 从没有说过自己是在多么无助的情况下 才鼓起勇气 站出来寻求坚持下去的动力 如果不是今天前公司的一纸官司 让我们知道了当时的真实情况 我想 这大概永远不会被果果们知道吧 他真的是 什么苦难都自己担了流泪所有的无助与痛苦 他从来不说 每次都是告诉果果们他没事他很好 即使自己身处黑暗 也告诉我们要去好好的拥抱生活 我真的希望那些苛刻的人不要再怪他为什么变了那么多 怀疑他树人设经历了那么多事 他能是现在这样 我们已经很满足了 谨小慎为 小心翼翼 很怕说错什么 所以尽可能的少说 想好了再说 这样的傅诗奇 我真的好心疼啊 你们可以不喜欢他 但请不要随意质疑他的人品 可以不爱 但请不要伤害 他走过的每一步 对得起观众 对得起粉丝 更对得起自己 无愧于心 以前是奇奇保护果果 现在果果们也可以保护奇奇了 不用他一直站在前面替我们挡那些脏水了 果果们也长大了 也可以保护想要保护的人了 哥 你别怕 这次由我们来保护你 节目最后 希望小伙伴们点开小铃铛 follow一下 本频道专注诚意作品 资讯与综艺 一起为宝藏偶像打扣 字幕志愿者 则